各位朋友大家好 时间过得很快 Weiba第一个周年庆 要到了百文不如一场 每次看到Weiba喝 也来一起尝尝吧 10月24号 大家一起见面 请关注Weiba的Facebook Instagram跟YouTube频道 Cheers man 什么葡萄酒 让Weiba感动到流泪 Research Agriculture Enology Naturally Rain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介绍一个 It's like OK Amazing的一支酒 那这一支酒呢 叫Rain OK 那它的Rain呢 不是Rain 是Reen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Research 是研究 Agriculture 是种植 然后Enology 是酿造 然后Naturally 是天然 这支酒呢 真的是我从入行22年来一直到现在 当然我没有真的敢对外跟任何一个人讲说我最爱哪一支酒或最爱哪一个酒厂 因为每一个酒厂都是我的来有点像宝贝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而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特色 但是呢我几乎很希望的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这是我大概这辈子我最喜欢的酒厂 不能是只有一个 但是它是绝对是其中一个而且是在这一个里面是算很顶点的 那这个酒厂是有一个年轻人 他也不年轻他也过40岁了 OK 那他是Robert Mondavi的孙子 Tim Mondavi的儿子 那这个酒呢 他疯狂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大家觉得知道说Robert Mondavi先生跟他的儿子们呢 用400亿台币把Robert Mondavi 当然不是很乐意的 但是是用恶性并购的 也不能说恶性并购 但是就是没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 拱手的用400亿的台币的卖给了别人 那当然很有钱很有陷阱 但是却他的孙子呢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 他一直期望我能去拜访他 然后我去拜访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 傻眼到说我到了一个真的就是车库 铁皮屋 他在这个里面自己不跟着他的爸爸 然后呢不利用他们家的任何的资源 当然他有透露因为他的名字是Mondavi 所以他要取得这些很多东西比较容易一点 但除此之外就不用他任何的资源 去酿造出一个超级无敌超级的加州酒 OK在Sonoma这个地方 然后我讲话有的时候蛮夸张 但今天已经是我最极致的夸张的讲话方式 因为我被他感动到快流泪一个人在铁皮屋里面 然后呢去酿造出这支酒 这一支酒他用的是whole cluster 他不压的 带梗带批带子去发酵的 然后呢他这个做法已经几乎快失传了 因为很不符合经济效益 而且要选择的这个葡萄的等级 跟收成的这个挑选出来的等级 是要非常顶级顶级的 不能带任何一点的苦味 那这个技术现在这样的做法 大概也现在目前 我知道少数有其中一个 当然就是最有名的Burgundy的酒厂 Pinot Noir叫Domingo Romani County 叫DRC 那他不是要做DRC 他不是要做Burgundy 他要做他自己的酒 而且是Sonoma的酒 但是他已经超出我喝过任何Sonoma Sonoma这个产区 或者是加州任何一个的Pinot Noir 甚至于他的Sharnet 但今天我们喝的一支就是他的Pinot Noir 那他除了whole cluster之外呢 whole cluster呢是有什么特色呢 保留他的果实的味道 然后呢再来呢 他的项目桶是跟DRC的项目桶是一模一样 同一家同个型号同一个桶 完全一模一样的桶 然后呢去陈年他的这个Rain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支酒多么的甜美 另外一个什么叫做Naturally呢 就是因为他每一个软木塞 都有他几点收成 然后呢月亮呢在哪一个方位 然后在哪一个日期他收成的 所以他的软木塞是每一批是客制化的 为什么 他除了他的这个粉丝们呢可以知道之外 重点是他做记录 他要过20年30年后去看收成的时间 日月时间的时间 会不会改变这个酒的特色 OK那他不是自然酒 他也不是这些什么邮寄的不是他不走这个路 他是他是要了解这个大自然 对酒的影响有多少 那所以呢他大部分他不是大部分 他全部的采收过程一定是凌晨 像我现在看到的这一支是凌晨5点钟 那你们也要知道说你觉得凌晨5点钟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要忘记那是美国 美国的人工是非常昂贵的 那个劳基法比我们劳基法还有严厉不到数百倍 所以他们这些工人在半夜收成的薪资是极度极度贵的 那为什么要半夜收成 因为加州的这个地方 不能说加州 应该说在San Francisco 这个Bay Area Napa Valley Sonoma County这个地方 它的天气是在收成的秋天是非常寒冷的在晚上 寒冷到甚至七度八度 你知道很冷 那白天的时候可能会热到二十几度三十度 所以要穿短袖 所以它的那个日夜温差很大 在半夜收成的时候呢 这个酒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冷冻或冷藏设备 去运送到酒 它的这个铁皮屋酒厂里面 所以呢 它的采收是完全是用天然的方式 不影响到它温度的变化 然后运送到酒厂 然后半夜一进去就整颗葡萄 筛选完把不好的那个烂掉了 有的时候要稍微还是要挑 挑完之后就整颗整串就丢到桶子里面 直接压榨 那这个酒是很新鲜的这种果味 可是矿物复杂度极度高 所以我们先来试试看 这个就是Rain 那这一支酒呢 它是为了纪念它的爷爷 叫Royal St. Robert 那St. Robert Robert就是Robert and Dobby 那Royal当然就是尊贵 Saint就是圣人 因为他爷爷已经过世了 那它这个里面的标签呢 有非常多的一些端倪 你看他这幅画是他的 他的妹妹画的 那这个是一个箭头指向地上 就代表说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理念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 这一块地 OK 所以叫Rain 那为什么也叫Rain呢 就是也是因为雨的关系 跟雨的谐音 OK我们来喝喝看 这支酒的那种水果跟石头的 这种混合在一起 然后呢 的这种香味是很 很奥妙的一种结合 非常奥妙 然后在 Oh my god this is awesome 然后在那个 入口的时候呢 不甜但很美 OK 很多的新世界国家的Penot Noir 最大的困扰就是 他的酒可能会带一点点微甜 一点点就是太过圆 很多旧世界国家酒呢 有时候酸度跟色度 跟甜度的平衡度是会跑掉 这一支酒的酸度 甜度 酒精 平衡度 色度 是几乎达到完美 我不敢讲完美 因为我舌头不是完美 我嘴巴不是完美 那以我的嘴巴跟舌头来讲 我觉得它是完美 OK我没有这样子 几乎可以说讲过一支酒 你们一定要是不贵 你跟Burgundy的Colo Fuchio 和Vosni Romani 你去跟他的Achon Soul Cornation Soul 来比的话 他大概才五分之一的价钱 大概三四千块就有 OK 当然不便宜 但是绝对没有像这些Burgundy那么贵 但是他喝起来就是三万块两万块的酒 就是 产量非常少 一年的产量大概是在 五六百箱 左右 OK 因为他的取得的这个 这个葡萄 他的葡萄是契作是自己的 OK 算是契作有的是自己的 但是他是 但是因为当然他有讲 因为我是 Robert Mondavi的孙子 Tim Mondavi的孙子 所以很多 最棒的葡萄 都很愿意交到他手上去酿走 This is Rain Must try 如果买得到的话 如果有 他不是贵 他不是因为贵而买不到 而是因为他的产量非常少 台湾我所知道的配量 大概这一支大概在240瓶而已 但是呢 应该是在240还是360 反正不会超过 那一定要是 那如果可以买到他的Charnet 不好意思 我知道这是一支酒 我作弊一下 You have to OK Cheers 如果喜欢 请按赞 订阅分享 谢谢